两个女人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两个奸臣的弄权加速了契丹王朝的衰亡 两个昏君的执政最终让大辽帝国灰飞烟灭 请收看他所发现即将播出的五集系列片 契丹王朝第五集 草原落日 契丹 一个曾经驰骋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唐乃末年建立起了辉煌逆时的大辽帝国 元朝之后 正像猎鹰般的民族逐渐销声匿迹 专家考证 达沃尔民族的祖先就来自 祖先就去rust的配亡 天王朝贵 尔民族 尔民族 华 导覆 参读 尔民族 尔民orama 尔民族 心心刻着的 无了马腾别 无了马腾别 住 为 住 为 公元1063年7月 辽国道宗皇帝耶律弘击执政期间 契丹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内乱 黄海叔耶律重元和儿子尼罗谷 带领汉军冲击辽道宗的行宫 无谋自立 混战中 尼武谷重见死亡 辽道宗也写歇散命 最终走投无路的黄海叔耶律重元 只好自杀而死 那么 显赫一时的黄海叔 为什么要银而走险呢 叹乱的根源在哪里呢 从此逃顾工作几十年 对辽史颇有研究的邵国田这样认为 这场动乱的原因 如果我们堆缩根源的话 应该堆缩的辽松龙朝 这个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辽松龙 他的皇后呢 应该叫萧格萨哥 这人呢 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很快就死掉了 那么 这个辽松龙呢 当时的一个爱妃呢 叫萧如金 这个萧如金呢 生了两个儿子 也生了两个儿子 老大呢 叫野力宗美 老二呢 叫野力重元 那么这个 萧如金呢 是一个权力欲望集中的人 公元1031年6月 61岁的梁圣宗去世 年轻的梁兴宗 耶律宗贞继位 萧如金 以皇帝母亲的身份 临朝称制 为了长期把持朝政 他密谋废除 梁兴宗 立小儿子 耶律重元 为皇帝 当时 耶律重元 还是个孩子 根本不懂得 做皇帝 意味着什么 听到消息后 竟然偷偷 向哥哥告了密 得到消息的 辽兴宗 忍无可忍 于1034年5月 调动兵马 突然袭击 将萧如金 囚禁在了庆州城 亲政后的辽兴宗 对弟弟心怀感激 恩宠无比 先后为以耶律重元 南京留守 北院疏密石等众人 并许诺 将来由他继承地位 105年8月 辽兴宗病逝 接班的 却是兴宗的儿子 辽道宗 耶律 洪基 自然 辽道宗 深知耶律重元的重要性 即位 即位第三天 就册封重元 为皇太叔 第二年 又拜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按照契丹的传统 当了天下兵马大元帅 就是皇位的继承人了 虽然 耶律重元 也想当皇帝 但还没有历令之婚 否则 他完全可以抢在 心中去世时 与侄儿耶律 洪基 一决子雄 可是 耶律重元 有一个性格阴狠 权力欲极强的儿子 聂鲁古 在聂鲁古的再三古 获想 皇太叔 蒙发了篡夺地位的想法 1063年7月 辽道宗来到 鸾河岸边的 太子山狩猎 聂鲁古 古东父亲 乘机 袭击行宫 杀死耶律 洪基 夺取皇位 凑巧的是 这个阴谋 被一个叫 耶律梁的人 发现了 耶律梁的官者 是尊孟公使 是管理 皇太后宫里的官员 他听了这个事以后 感到非常严重 就向皇太后 肖打理 告诉了 告诉了这件事 皇太后对此极为重视 她谎称自己得了疾病 立即叫道宗前来探视 道宗来到后 太后连忙把这一危险的消息 告诉了她 可是 道宗根本不信 她甚至怀疑 伊律梁 在建立她与叔叔的骨肉亲情 她认为她这个叔父 这个什么 她 多么 高的这个职位 都给她 给她 封城皇太叔 天下兵马大元孙 这都是接班人 就是 所有的 除了皇上以外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不可能 再多她的权 她是没想到的 焦急万分的皇太后提醒道 时段设计 不可大意 应及早准备 将信将笔的辽大宗 决定派使者去召见聂鲁谷 对此事进行验证 结果会是怎样呢 这时候聂鲁谷正和她父亲 也就出现在密谋起事这件事 见到皇帝派使者来召见自己 顿时感到心惊肉跳 怀疑自己的事情已经败露 所以就把使者扣下去 幸好 其他人随身都佩戴着割肉用的刀具 使者趁参守不备 割断绳子逃出 连忙去向辽道宗报信 可是还没有等辽道宗动手 聂鲁谷就率领四百名叛军来到了行宫 于是就发生了一场殊死的战斗 皇太书之乱是契丹王朝皇族内部最激烈的皇位之争 叛乱平定后 平叛有功的耶律以心登上了辽国的政治舞台 掌握了契丹的军政大权 以心是一个野心家 不久也和死党操纵了朝政 道宗不但没有察觉 反而对他重庆有加 就一个就是封他的官 封得高了 他那个耶律的一心 他就买官买决 然后就腐败得很厉害 不久 耶律以心打定主意 要将皇后萧观音置于死地 萧观音文雅玄境 聪慧过人 擅长诗歌 爱好音乐 弹得一首好曲子 称为当时第一 那么 耶律以心 为什么要加害心底善良的萧观音呢 原来 1075年 年轻有名的皇太子 耶律郡 监管辽国南北书密院 成为以心专权的最大障碍 而耶律以心 要除掉耶律郡 只好采取迂回战术 从太子的母亲 萧观音那里入手 不久 耶律以心的毒计 出笼了 他让人编了石箱词 叫宫女送给 萧观音观看 这个石箱词啊 用词呢 十分暧昧 很难登大者之堂 那么这个东西 传着宫中呢 这个得到了 萧观音啊 这个 这个 血 为什么呢 此时的萧观音啊 因为劝说 道宗 正在受到冷律 心情呢 非常 估计 所以他爱不失手 被耶律以心 买通的宫女 谎称石箱词 是宋朝皇后所作 说 假如辽朝皇后 能抄写此词 变成二绝 流明 轻实 宫中寂寞的 萧观音 信以为真 决定抄写石箱词 一起令人扼腕的冤案 就此 妙成 耶律以心 其他那些啊 这个 拿着 萧观音 抄写的石箱词啊 如获之宝 这个得到网络了 所以赶紧到这个 道宗皇去 打下报告去了 说什么呢 说这个 萧观音 不禁写了 这样这个 不堪入目的 这样的石箱词 还和这林官 赵无疑 辞通了 当然 道宗听到这以后呢 就十分分 所以呢 就要辞死 这个萧观音 三十六岁的萧观音 无奈地 用一条白脸 结束了生命 临终之前 他写下了 绝命词 起获生息 以无阵 蒙会恶兮 攻眉 护天地兮 惨粹 恨金谷兮 安吉 知无声息 必死 又焰爱兮 待兮 小观音冤死 太子 悲痛欲绝 发誓 要为母亲 报仇 然而 徒刀很快就降临到太子头上 耶律以心 指使党羽 诬陷耶律郡 图谋自立 昏庸的辽道宗 居然信以为真 便将十九岁的太子 废为庶人 押往外地囚禁 耶律以心 认为结果到了 就派新福 在路上追杀 把太子给杀掉 毁了以后 又谎称 说太子得病了 死掉 不久 又开始了太子妃 经历了皇太叔之乱的辽道宗 被窝里斗弄成了精工之鸟 时刻担心有人谋取皇位 特别对至亲骨肉 疑心重重 严加防范 耶律以心 就利用了辽道宗的这种病态行礼 借道杀人 轻易地戳掉了皇后 太子 以及太子妃 两个女人的命运 令人扼腕叹息 两个奸臣的弄权 加速了契丹王朝的衰榜 两个昏君的执政 最终让大辽帝国 灰飞烟灭 请收看他所发现正在播出的五集系列片 契丹王朝第五集 草原落日 契丹 一个曾经驰骋成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唐代末年建立起了辉煌一时的大辽帝国 元朝之后 这像烈鹰般的冰族逐渐消声匿迹 专家考证 达沃尔兵族的祖先就来自 母亲继继继继继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年的三月 辽道宗打算带着耶律筵席去春纳波 心怀叵测的耶律以心却建议道宗留下皇孙 由他照看 道宗皇帝呢 竟然也要同意 这个 这时候呢 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就是北院玄徽使 叫萧乌纳的 他说我留下 这个皇孙呢 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得看着 道宗一听 这个心里一颤 哎呀 明白了 为什么他有一些宝宝黄森呢 拒绝在这里的一个问题了 此后 道宗便失去了对以心的信任 1081年 把持朝政14年的耶律以心终于被处死 耶律以心专政期间 不仅构陷了皇后和皇太子两大冤案 甚至是贪污成风 贿赂公刑 谗言尽心 奸邪并生 加速了契丹王朝的衰亡 而这一切 辽道宗都难辞其咎 事实上 道宗不是一个治国之君 他厌倦政事 在任用官员拿不定主义时 就让求官的人来治蟀赠 得胜者就受以官职 道宗执政期间 民众启示 不足反侧 频频发生 而他不但不历经图治 却沉溺在佛教中 史书称辽道宗 好佛法能自讲其书 一岁半僧三十六万 一日住法三千 把静佛没的人 把他头给剃掉 就叫住法 一日住法三千 那么这个数字在辽国 占有多大比例呢 有人统计过 古经的人口加起来 才有五百万 由于皇帝的提倡和支持 道宗朝时 辽国的僧徒 已达到数十万之中 寺庙遍布契丹各地 1077年 北宋文学家苏颂出使辽国时 用诗描写了契丹佛教的繁荣 塔庙西山路 城堯偶供登 俗里多依佛 居人亦贵僧 纵管无限义 技术恨无能 国度的重复 使骁勇善战的契丹民族 丢掉了血腥 直接影响到大辽帝国的兴衰存亡 自禅渊之盟签订之后 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 契丹的经济获得了发展 加上从宋朝获得的巨额碎币 辽国积累了大量财富 然而 这些财富除了使统治者走向奢侈外 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好处 辽王国的衰亡 应该说有各方面的原因 当然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辽戴这个墓葬 所反映的就是后葬成风 但是我们看到的 后葬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力 人力物力 我觉得在辽王朝的这个贵子墓葬 这个表现的尤为明显 公元1101年 在为46年崇尚佛教的辽道宗去世 黄孙耶律延禧即位 视为天作地 天作地继承的是千疮百孔的烂坛子 即便没有外来打击 大辽帝国也已经遥遥欲坠 岌岌可危了 遗憾的是 天作地并没有从祖母父母的被害中吸取经验教训 而是继承了祖父的一波 宠信宁臣一味游猎 不离朝政 最终 一种名叫海东青的猎鹰 成了摧毁大辽江山的导火索 海东青体小而俊健 能在高空搏击天鹅 异常凶猛 成为狩猎时的好帮手 受到契丹帝王和贵族的喜爱 喜欢打猎的天作地更是酷爱海东青 他派出的使者佩戴着银牌 经常到东北女真各部落索要海东青 让女真人不堪其饶的是 银牌使者们每到一地还要美女赔素 她们既不问赔素的女子婚嫁与否 更不论对方的门帝高低 契丹使者的野蛮行径 激起了女真人的强烈反感和愤怒 1112年春季的一天 天作地在吉林省鸭子河坡勾到了一条大鱼 按照惯例 他兴致勃勃地举行了头鱼宴 九过三旬 天作地命令前来朝见的部落首领歌舞为乐 当轮到女真首领完颜阿谷达时 他端立正式 此已不能 这让天作地很没面子 头鱼宴闹得不欢而散 散戏后 天作地就马上把这个肖鸿仙叫来 这个肖鸿仙是鬼鱼宫舍 这个肖鸿仙本人是一个外表非常宽厚 内心特别狭窄奸诈这么个人 这么一个奸诈的人 却偏偏得到天作地的后爱和欣赏 天作地愤愤地说道 阿谷达这样跋扈实在让人无法容忍 干脆找一个借头把他杀掉 免得后患 可肖凤谦却劝说天作地 阿谷达是个粗人 不懂礼节 不值得跟他计较 肖凤仙接着说道 假如阿谷达真有野心 一个小小的女真部落能成什么气候呢 听了这番话 天作地一时慈悲放走了阿谷达 两年后 放虎归山的阿谷达 果断地杀掉了银牌大使 举起了反抗辽国的大气 雄才大略的阿谷达 率领2500人的军队首战取胜 攻下了契丹控制女真人的前哨阵地 宁江州 此后阿谷达乘胜扩大战国 并于1115年正月初一成帝 建立金国 不少人以为阿谷达已经为国号针对的是气单 这个气单啊 意思是冰铁的意思 阿谷达认为这个冰铁啊容易腐烂 虽然坚硬 他最终要腐败的 所以呢 他把他的国家叫金 意义什么呢 就是白金 白色的金子永远不会腐烂 而且能够磕冰铁 把气单磕掉 而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认为 阿谷达之所以把国号叫金 是和一条叫暗出虎的河流 有直接关系 所以暗出虎水呢 是他们的伐乡之地 暗出虎在这个吕珍鱼里边 就是金的意思 因为这条这个河水里边 它产金 所以女生人称它为暗出虎 后来他们建立国家之后呢 就用这个金来命名 他们的这个国家 作为他的国号 这才是这个金朝 这个国号的真实的来历 两个女人的命运 令人扼腕叹息 两个奸臣的弄权 加速了契丹王朝的衰亡 两个昏君的执政 最终让大辽帝国灰飞烟灭 请收看探索发现 正在播出的五集系列片 契丹王朝第五集 草原落日 1115年9月 金军攻占了黄荣府 地处吉林的黄荣府 是一座经济重镇 防御森严 顾弱金汤 金军打下黄荣府 天作地有怎样的反应呢 自阿古达起兵反辽 盲目自大的天作地 并没当成多大的事情 照样泰然自若地打猎行乐 黄荣府失守 天作地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慌忙组织了七十万大军 欲驾欣征 打算一举歼灭 只有两万兵马的阿古达 就在即将展开 历史性决战的时刻 辽国又发生了窝里斗 一位名叫耶律张奴的契丹官员 准备在辽上京 另立一个新皇帝 来取代天作地 这个消息呢 被天作地知道了 他就慌了神了 也顾不上和金朝作战了 所以从前线也返回来 撤回来评判 这个耶律张奴的这个叛军 1115年12月 阿古达紧紧抓住天作地 返回上京评判的机会 以少胜多大败辽军 承担北方200多年 不可一世的大辽帝国 从此一蹶不振 随后金国又与宋朝 定立了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这个双方共同这个灭亡 这个辽巢 然后呢 这个女真呢 把这个燕云16周 这个归还给宋朝 而宋朝呢 把过去每年给辽巢的 这个税币呢 转交给金朝 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内容 宋朝与金国签立盟约 与当时的北宋皇帝 徽宗赵吉有关 好大喜功的赵吉觉得 只要收回了幽云16周 自己就会飙饼千秋 于是派出师者 与女真签订了海上之盟 在短短几年时间 金兵起推扑拉朽之势 陆续占领了包括东京 辽阳府在内的大部分辽国土地 1120年4月 女真三路大军 对辽商经发起零力攻击 商经留守投降 辽国都城陷落 有学者认为 金兵攻克辽商经 占领了辽朝重要的统治中心 这个是有个决定意义的 重大意义的事 说明你与真的抗流动能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就在金兵成胜进军 辽国政权微如雷软之时 天作地同他的主妇辽道宗一样 也上演了一出杀妻灭子的惨剧 聪慧贤雅 多才多艺的文妃萧瑟瑟 见女真人强兵压境 国势颓威 就写诗劝见天作地 物皆赛上西暗红尘 物商多难兮 未宜人 不如赛奸邪之路兮 玄取贤臣 可以朝清墨北西 西阵烟云 可悲的是 与祖母萧关音相比 萧瑟瑟瑟遇到了更为昏庸的丈夫 天作地看了讽语诗不但没有丝毫悔悟 反而对萧瑟瑟心生记恨 对萧瑟瑟更为恼恨的是奸臣萧凤仙 因为诗中的奸邪之人 暗指的就是他 萧凤仙开始想方设法将萧瑟瑟置于死地 萧瑟瑟一个妹夫叫叶瑟瑟 他在辽国很有威望的 而且掌握着金权 这个萧瑟就让人诬告萧瑟瑟和他的妹夫 相募结要废掉天作地 利于萧瑟瑟所生的儿子 就是晋王奥鲁国为新的国君 天作地竟然信以为真 立即逼闻非至今 一代才女萧瑟瑟含冤而死 这个不久啊 天作地又把这个晋王奥罗赐死了 那么晋王呢 在这个天作地六日当中啊 是最得人心为人最好的一个 所以大臣们啊 直到这个晋王死了 都痛苦流泪 位置着名不平 这个其他人呢 军心也散了 为在前线作战的官兵们呢 也再也不愿意为这个天作地卖命了 酒鬼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司马象如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和卓越的政治家 他为何被后世尊于德胜 在政治上又有不建树 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寻找司马象如上集工业迁究 1125年正月 众叛亲礼 惶惶不可终日的天作地成了金兵的俘虏 耶律安保纪创建的雄居中国北方的庞大帝国 在经历了209年的岁月后 无奈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令人费解释 契丹民族在中国波兰壮阔的历史长卷中 留下一个个辉煌与梦想 成功与遗憾之后 突然消失的杳无踪影 在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中 并没有契丹族 契丹人去了哪里呢 专家考证 辽国行将灭亡之际 一些契丹人从今天的赤丰一带 逃往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地区 成为达沃尔人的祖先 另外呢 再有一支呢 就是在经朝时期 他们这个融入到吕丹民族里面 后来迁入中原汉化了 史书记载 在大辽帝国末日到来之时 另一些契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西疗政权 时间长达九十多年 一二一八年被蒙古消灭 据学者研究 有一部分加入了蒙古军队的契丹人 在云南落地生根 但是因为这支民族呢 他们当地 长期和当地人 比如说布朗人 汉人 长期通婚 所以实际上 他们的这个 从学员上来说 已经早已经不是契丹人了 是的 契丹人并没有消逝 契丹的百万人口 已经融合在了华夏各个民族之中 并给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据说 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出海航行 就是为了寻找仰慕已久的契丹 生活在十三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 都把中国称为契丹 西方有些国家 中央有些国家 也还管汉族 叫做旗旦 而且旗旦的影响呢 甚至不止于对中国的历史 对于周边的国家 也还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很值得 来研究 这些沙子 回眸历史 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草原民族呢 学者们认为 契丹王朝 较好的进行了各民族融合 使塞北游牧民族的政治观念 文化思想 社会习俗 发生了深刻变化 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态的形成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中 起着成前起后的作用 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 中国人是民族性格的 最后的形成定型呢 可以说是在宋代 然后这个这里边就融合了很多 这个契丹民族的一些文化因子在里边 所以这个 虽然这个民族今天早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影响 我们应该铭记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探寻的目光 来到契丹的发祥地 了解辽国的历史 寻找契丹的记忆 人们不会忘记这个曾经驰骋草原的游牧民族 只要见到奔驰的骏马 翱翔的雄鹰 就会想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去打你 去打你 去打你